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白敬平饰演男主 谭剑慈和陈瑶也参与其中 赵露丝负责拉开历史服饰的大制作 在娱乐圈里 赵露丝是目前最受追捧 知名度最高的小花之一 曾出演多部成功作品 包括传闻中的陈千千 三千压杀我和你一样 长歌行让我们逝世世界等 回复 在赵露丝的所有作品中 观众最喜欢古装剧 尽管他已经将他们介绍给了 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 今年 赵露丝在星光灿烂中的精彩表现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称赞 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的认可 赵露丝饰演的成少上 是星光灿烂中聪明、甜、咸的角色 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 赵露丝是古装古怪角色的绝佳选择 目前赵露丝正在监督另一套服装的制作 消息一出 就在互联网用户之间引发了大量有争议的辩论 精心制作的历史服饰在赵露丝的指导下重新开始 男主由白静婷领衔主演、谭剑慈、陈瑶饰演重要配角 赵露丝主演的新古装剧叫做《神隐》 是赵露丝前作《千古绝尘》的续集 主要讲述了古代白绝儿子的爱情故事 从故事情节来看 神隐是一部既善良又残酷的古装童话 古装童话剧《神隐》的男女主都需要有很强的CP感 才能让故事发挥作用 唯有男主和女主 CP感十足 才能为众多不同的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 我们都知道 赵露丝是一个可爱又聪明的小姐姐 对于她所支持的那一方 拥有说服大量观众的能力 无论是年轻可爱的丁雨昕 还是冷酷霸道的刘雨宁 还是成熟稳重的吴磊 赵露丝都能用她鲜活的演技与每一位男主抗衡 这是因为赵露丝是一个性格演员 如此一来 赵露丝参演《神隐》 无论是颜值还是为角色带来的演技 都会让观众大吃一惊 说到男主 很多观众的关注点更多是在角色的审美上 白静廷作为一个个体 气场十足 在仙侠剧中的表现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观众 虽然这是真的 但白静廷的演技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 凭借在匆匆的一年 《天圣长歌平凡的荣耀开始》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 今年《长风度女星》白静廷 凭借一身惊艳的服饰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白静廷在《神隐》中的出现 这一次无疑会在众多观众中带出最好的一面 除此之外 白静廷和赵露丝的身高都显得中等 第一次 两人肯定会为许多观众带来独一无二的角色体验 除了两位知名演员白静廷和赵露 斯陈寅还出演了谭剑慈 陈瑶 李泽峰 柳妍 他们都被认为是业内实力派演员 关于谭剑姬穿古装的样子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从今日语和西中的庞宇 到黎歌行中的周旺 再到长相思中的香柳 他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都穿着比上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服装 谭剑慈参演神隐 无疑将再次惊艳一众观众 此外 谭剑慈是这次神隐中的另一对男儿 一定会引起很多不同观众的共鸣 对于剧中的女二号 很多观众一想到这个角色就会想起她是白月光 传闻陈瑶将在电影神隐中饰演女二号 这个选角决定已经暂定 出道以来 姚晨负责了多部广受好评的作品 包括无心大师十一旋风至青春少女等 陈瑶加入神隐 无疑会带来一大批有趣的新电亮相 此时 神隐项目已进入筹备阶段 赵露丝 白静婷 谭剑慈 陈瑶的演出 你有没有练习过 未经许可惡 未经许可惠 Bom